立委沈柏洋時常在問政的時候發揮對中國認知作戰的領域非常的專業 但他自己卻遭到爆料 原來他平常停放單車的地方疑似都是違規停車 對中國來講 因為統戰畢竟是比較花錢的事情 那操作輿論或者說其他的一些手段 對他來講是低成本 質詢台上冷靜應對黑熊學院院長 民進黨立委沈柏洋 專業在中國認知作戰信息戰等領域 四十一歲入主立法院沒想到卻遭到國會助理爆料 騎單車上班都違停 照片中這輛輕巧的紅色小折就是沈柏洋的腳踏車 爆料助理在附近募集過不少次 沈柏洋本人親自回到現場還原停車原因 因為我通常早上都是很感到去委員會 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就停在現在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其實它也不是一個 違規停車的位置 這邊也沒有紅線 但是如果大家覺得這邊不能停腳踏車的話 我們這個當然是以後多注意 停放地點就位在立法院中心大樓前屬於中心大樓的車道 不過不少新人都會經過 是否屬於院區內範圍難以拿捏 如果是屬於立法院所管轄的轄區範圍內 那就必須依照立法院本身內部的規範 如果是屬於立法院以外的範圍 那很可能就是屬於我們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所稱的人行道 實際觀察立法院院內腳踏車格只有六格 立法院外無論哪一側汽機車都停好停滿 也有多處微停 立法院總務處提供數據 每位委員有兩格汽車格 一百一十三位委員共兩百二十六格 媒體記者則有十六格 其餘公務車位約四十格 總共約兩百八十格 一般員工皆無車位可用 我那時候還有反應過就是說 我們立法院能夠停腳踏車的地方太少 立法委員的這個坐車 有七十幾位這些司機嗎 他們其實常常都沒有地方停 所以我甚至是把一個位置直接讓給 讓他們可以去停 的確我常常聽到司機跟我抱怨 立法院的公務車停車位 的確是一位難求 部分黨派立委都對車格需求很有感 沈伯扬遭到爆料也意外讓各界關注 立法院的停車問題 記者我成全許家聖台北 廠長報導